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颈椎间盘突出症 如果归也可以归到颈椎病里面去 从广义上来讲 但是它准确的来讲 它又属于一种特殊的一种病 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神经根的压迫 或者血管的压迫出现一系列的 颈部和上肢不适的症状 那么我们叫颈椎间盘突出症 治疗就是说颈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间盘突出症 有相似的地方 也就是说90%以上的人 是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 达到治疗目的的 而且效果也是很好的 疗效是确切的 最常用的方法 第一是做牵引固定 牵引可以做四头带的悬吊 坐着也可以牵 睡着也可以牵 还可以用打气的这种方式 用这种打气的静围来进行牵引 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固定方法 比如说在肩颈部 戴上一个支架一样的 然后它把颈椎做牵引起来 另外还可以简单一点的方法 就是做颈椎的固定 带一个颈椎的围领 或者叫颈椎的颈托 就可以把颈椎固定起来 这样的固定之后 对颈椎间盘的压力 其压力都会减小 然后在早期 椎间盘内的压力会减轻 甚至会有一些回溯 这样的症状就能够消除掉 有一些病人可能还会复发 但是有一些病人就不复发了 但是如果要是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 患者没有缓解 那么这时候进一步加重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其他方法 比如说什么针灸 这个拔罐 按摩等等都可以做 如果所有的非手术疗法做了都没有效果 然后就要考虑手术的方法 手术的方法是不得已的时候才采取的 那么早期的也是考虑微创 介入都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要是一看片子 非常大的一个静椎间盘拖出 巨大的静椎间盘拖出 而且压得很厉害 对神经压迫很厉害 也可以早期的就直接做了手术 然后做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比如说单间隙的椎间盘拖出 我们现在用微创的方法来治疗 来进行手术 从静前路进去做手术 手术大概也就说是一个小时以内半个多小时 也就完了 而且病人当天治完之后 当天症状马上症状就消除了 而且当天就可以下地活动 在国外单个椎间息的 这个静椎间盘突出的手术 治了以后 当天患者就能够回到自己家里去睡觉 在我们国家 还更慎重一些 一般还是让他在医院要住上的 一两天或者两三天的 也可以 但是病人的症状消失 然后疼痛 基本上说的疼痛也不重 所以说病人恢复起来 手术恢复起来 还是很快的 这是非手术和手术疗法 但在这中间 一般来说我们还要用一些 配合用一些药物 比如说用乙排利松 还有神经理药像B1 弥克堡 解除脊髓和血管肌肉痉弯的药物 乙排利松 这些都可以缓解症状